嗨 大家好 我是乌琴 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介紹分享的呢 就是泰國的彩妝品 對 大家已經想說為什麼我敢用泰國的彩妝品了 其實呢 泰國的彩妝品並沒有不好用 它其實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賞的一些很好用的東西這樣子 那我今天要來介紹的呢 就是最近那個 美女野獸不是很紅嗎 然後就是其實不管在國內 然後日本 韓國 甚至是泰國等等之類 很多國家的彩妝品牌的大廠 都出了跟他們迪士尼合作的聯名款的彩妝品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呢 就是泰國他們有一個品牌 然後他們第一個本土品牌是那個Mistim 第二大的在韓國的當地的品牌 大概就是Q-Price的 這個韓國的當地的一個彩妝品牌這樣子 那他們一樣的有跟那個迪士尼合作 然後就是有搭上美女野獸這一股電影的風潮 所以就是也出了一系列相關的 彩妝品的一個聯名款的系列 那我這邊呢就入手了 就入手了這些東西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呢泰國的東西其實真的是便宜又好用 就是像他這一個這一盤是存 欸這一盤叫什麼 眼睛然後腮紅然後還有修容的一個 一個彩妝盤這樣子 這個在台灣賣如果日本的品牌 或是韓國品牌至少也要六七百塊以上吧 所以我覺得泰國彩妝品算是非常非常便宜 然後我覺得品質真的也不會不好 就是我覺得也不會輸給一些 呃我們台灣或是日本的開銷品牌這樣子 我們就先抽 先講這個 那個顏彩盤的部分 然後呢他的外包裝呢其實就是像做這個 就是仿真人的一個 插畫的一個圖案這樣子 然後呢這邊就有那個 他們 這個叫什麼 Cute Place的這個品牌的名稱嘛對不對 然後這邊就有那個 Beauty and a Beast 就是美女野獸的一個 一個電影的名稱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個手繪真人感的一個插圖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畫的還蠻 蠻美的欸 就是有一種古典美的感覺 那這個眼彩盤呢他有咖啡大地色系 跟這個粉紅色的 就是粉嫩 呃偏粉嫩紅色感的兩款這樣子 那我入手的呢就是看顏色的包裝應該就這樣 就是比較粉嫩款的 外觀呢其實我覺得 就算是一個開架品牌啦 所以基本上外觀其實就是一個塑膠殼 然後這邊就是有燙一些花紋 對有燙一些花紋 然後這邊就是有他們就是 Beauty and a Beast的那個名字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一個Cute Place 跟那個紙盒這個其實是一樣的 這樣 對 那我一開始以為 就是打開來我以為這個 手繪風的這個人應該會在這裡 因為我看網路上一些文章啊 一些照片其實 我一直以為就是他的這個插畫 會是在這個盒子上 但其實是沒有 盒子上去就是很簡單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個比較玫瑰金色的感覺 那 這邊還有一個迪士尼的標章喔 大家看得到嗎 喔我就 品質應該是不會插到哪裡去啦 看一下 它非常好吃 它這邊就是一個大鏡子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大鏡子 然後呢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像這樣 這邊就是有一個塑膠 塑膠膜 然後呢 好 然後就附了兩個這個 一個是眼影棒 額眼影棒 然後一個就是像這個 一般的這種 就是修容棒這種 這樣子 毛我覺得 沒有特別的好摸欸 就是有一點點粗 對我覺得這個毛有點粗 應該不是很OK 那再來給大家看一下喔 它就是有兩個 有兩個腮紅的顏色 然後呢 這一個就是比較偏粉嫩色系的一個顏色這樣 其實上排就是比較偏粉嫩色系 然後下排就是比較偏大地色系 然後 咖啡色的感覺 不過整體的感覺 其實都還是比較偏亮一點點的 粉嫩 橘色的感覺 我也都還沒用過這樣 所以等一下應該也會 一樣是示範一個妝容這樣子 我先試這兩個腮紅的顏色給大家看喔 OK 其實顏色 它是比較偏霧感的腮紅 然後 沒有亮片 然後就是比較霧面的腮紅的顏色這樣子 對 顯色度 我覺得算 比我一行東亞的好這樣 對 那我再來試 這三個 這三個的 眼影的顏色給大家看一下 有看到嗎 顯色度還不錯耶 這個就是偏 這個顏色還蠻美的 這個就是比較有帶珠光 然後它的珠光很細緻 就是很細緻的珠光 然後這個就是蠻適合 就是現在春天使用的一個 橘粉色的感覺 然後這個就是比較偏 呃 咖啡金的感覺這樣子 玫瑰金的感覺 也還蠻漂亮的 接下來是下面這三個顏色給大家看一下 喔 這個顏色超美的耶 這個這個 這個顯色度也太好了吧 而且我覺得 對啊 有點讓我意外耶 這個 這個顏彩盤的整個 顯色度非常的漂亮耶 這四個顏色都很美 很美的大地色系的感覺耶 然後整個顯色度非常的好 而且粉非常的細緻 我一開始以為會覺得 看起來感覺是那種 呃 會那種很粗的粉的感覺 但它其實沒有 而且我覺得它整個顏色的顯色度非常的好 然後 你看 也是很好暈染耶 你看我這樣 輕輕的暈 就可以暈開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耶 好意外喔 真的有點意外 OK我覺得 它雖然包裝啊 沒有想像中這麼精緻 你看它其實 這個裡面的這個 塑膠 其實這個都是用塑膠做的 就是 我覺得包裝還是 沒有想像中那麼的精緻好感 因為它這個其實整個就是 上面的花紋啊 其實也都是做那種平面的感覺 就是也沒有什麼凸凸的感覺 有啦 你可以摸得到那種一點點的這種線條感 但其實摸起來還是那種 比較偏 平面的感覺 就是燙上去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呃 在包裝上的質感 並說沒有太好 可是呢 我覺得 這個眼彩盤裡面的顏色 就是在腮紅 然後整個這個 這六個眼影的顏色 我覺得在表現上都還蠻漂亮的 就是你外出啊 就是出國旅遊啊 或是國內那種 要住外面的那種 可能要故意的 這個你就很適合帶出去使用 就是只要帶這一盤 但是你可能要自己帶刷子來 因為我覺得這個刷子的觸感 我不是很喜歡 我現在一個買的是 這個打亮盤 然後呢 這個打亮修容盤呢 它一樣是 外面就是做一個真人的 那個美女眼神的公主的一個 一個 插畫 然後呢 基本上我覺得跟那個眼彩盤的 就是縮小版的感覺 也是那種紙盒好看啦 它的塑膠感很重 對 就真的是塑膠感 你看剛才拿到你會覺得很像你拿到 就是隔壁鄰居妹妹的那種玩具的感覺 對 就是塑膠感有點重啊 就是基本上這個包裝 裡面的包裝我並不是很喜歡 那一樣這個外面這個 殼的地方啊 一樣是設計成 這一種 就是這種也都是其實都是印上去的 就是整個是平面的啦 就也沒有特別就是有做刻紋什麼的這樣 那這個是打亮修容的 這個 然後我今天還有三個顏色吧 然後我選的是這個 比較偏橡皮筋的顏色 給大家看一下 橡皮筋的顏色 那我在這邊刷色一樣 刷色給大家看一下喔 喔 還不錯欸 就是比較 它不是那種亮片感的打亮 它是那種 比較偏珠光 然後我覺得算比較低調型的打亮色 其實光色還蠻漂亮的耶 而且因為它很香檳筋啊 就是比較偏我們的皮膚的顏色 所以我覺得它整個在打亮的感覺上它其實 你看看得到它的折光嗎 看得到它的折光嗎 它折光整個非常的漂亮 有沒有這邊 這一塊 很自然的折光感 它是走比較低調 然後自然路線的打亮盤這樣子 對 並沒有太太閃的感覺 但是又不會說完全看不到那個打亮的感覺 有沒有 就是沒有太閃 但是 呃 但不至於說看不出來有打亮 有沒有 沒有 這樣看應該就有差別了吧 這個是有打亮 然後這一手就是沒有打亮這樣 那個折光很明顯 這樣動一動那個折光就出現了這樣 所以這個修容盤也算 好OK 那再來是 我買了兩個唇彩 美女魚眼獸的我是買唇釉這樣子 然後 因為我不太訓練好不好用 所以我就只有買一個顏色想說來試看看這樣 然後這個一樣也就是 這邊就多了一個怪獸 是不是怪獸 野獸這個王子終於出現了 跟公主的 跟公主的 一起的 插圖出現了 然後呢 一樣就也是外包裝好看 那裡我真的覺得很普通 就基本上 它外觀就是像這樣做 就是這樣很細細的 這個唇膏的外觀我覺得 還OK啦 就是上面有一些 就是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耶 上面就是有一些玫瑰 這個頭的部分有沒有 看這邊喔 然後 美國的地方呢 就有做一些 就是玫瑰插圖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紋路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是 QPLESS的這個 品牌的名字 這樣子 飯了 就是有QPLESS的 品牌名字這樣子 對 然後就做一個比較 漸層感的感覺這樣 然後一樣也是 塑膠感 也是很重 很像玩具 對 然後我買這個顏色呢 就是比較偏 那個什麼 乾燥玫瑰色 對 就他們這一系列的顏色 他好像有五個顏色吧 如果我沒記錯 就是比較偏乾燥玫瑰色 而且顏色還蠻飽和的耶 給大家看一下 他顏色 他也是霧面的喔 他擦上去是霧面的感覺 然後他其實是 呃 可以看一下 比較偏 算乾燥玫瑰嗎 乾燥玫瑰然後也有一點 酸紅色的感覺 這個顏色的飽和度 我覺得還不錯 這樣看起來 在手上的感覺是這樣 等一下上他嘴巴不知道會怎樣 等一下再試給大家看 那再來呢 一樣是他們QPLESS的另外一支唇膏 剛剛那是唇釉嘛 那這是唇膏 那唇膏我買的是這個小美人魚款的這一個 這一個在網路上非常的紅 就是 呃 因為他第一個是他包裝 那第二個是因為他的顯色度 其實在網路上的評價就都還不錯 就大家都說其實 呃 只有顯色度阿 然後還有飽和度 顏色飽和度也都是很漂亮的這樣子 然後他也有一組 直接賣一整組的顏色的這樣子 然後這個小美人魚款的這一個呢 他其實就是 打開以後呢 給大家看一下 打開以後呢 他還是有這個小美人魚的 插圖在上面了這樣子 這是我覺得還不錯的地方 但是但是我先說 他這個外包裝阿 給大家看一下喔 他其實就很像 齒卷出來的那種 紙 摸起來的觸感很像紙 很像厚紙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 我只能說我覺得他們的包裝 走一個插圖都是很漂亮的 但是整個就是 包裝的材質的 呃我覺得看起來 不是看起來 真的感覺起來是真的比較 還是偏塑膠感 然後比較 不是那麼的精緻 但是突然是漂亮的啦 然後呢 這樣子打開 這邊我運送 因為我是請代購買的嘛 所以 呃這邊就是運送來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 壞掉 不過我覺得這樣應該不太影響使用啦 所以我後來就沒有跟大家說要退這樣子 對 那我私在這邊給大家看顏色好了 OK 這顏色我就覺得還蠻適合現在的時節 春天使用的一個 比較亮一點點的顏色 比這個顏色再亮一點這樣子 然後這個顏色呢 就是比較算是 這應該就算裝紅色啦 然後這個顏色就算是比較偏看上玫瑰色 不好意思 我說算算有點醜 對 然後呢 就是一樣有淡淡的那種 櫻桃香味的感覺 再來一個東西是 愛麗絲夢遊仙境的唇頰彩 其實它兩用嘛 一個是可以當成材 一個是可以當假材這樣子 那它打開以後呢 包子就是像這樣子 我覺得它這個算是我覺得 我這一系列買到的東西裡面 我覺得包裝質感最好的 然後我覺得整個 顏色 不是說整個包裝上 我覺得就算是 就是真的很漂亮 然後比較精緻的感覺 這樣然後也是小小的 這樣子 然後呢 打開以後 有沒有 它其實整個我覺得在質地的表現上啊 這樣子 整個光滑的感覺有沒有 其實品質算是還不錯 所以以彩妝 先不論它的外包裝的材質怎麼樣 先看它的彩妝的品質來看好了 它的彩妝品質 其實我覺得表現上真的都算還不錯 對 然後再來就是有那個椰子味 就是 我覺得算是有一股很濃的椰子味啦 就是如果你不喜歡椰子的話 你可能盡量不要挑這個 我既然那個好像有4到5個顏色 我有點忘記 但是我這一顆 這個我單純是為了愛麗絲而買的 這樣子 對我也不管它是什麼顏色 我就單純就是很喜歡它這個包裝 所以我那時候就挑了愛麗絲 按試這個顏色的 在手上給大家看一下 天啊 我捨不得摸喔 這麼光滑麵 這麼光滑的東西 好 我還是摸了 好 基本上就是那種 比較呈現一個淡淡的感覺的 顏色這樣 有沒有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比較偏橘色的感覺欸 然後你可以當唇彩 可以當雜彩使用這樣 對 然後是帶光澤感的 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在包裝上 然後質地表現上 我覺得算還不錯啦 也可以當做隨身 攜帶的一個唇頰彩 可以當腮紅跟當唇彩使用 那最後一樣東西呢 是這一個 不過這個是他們送我的 不是我買的 就是這個 我一開始想說我怎麼會有買這一個 因為我後面看它其實像這樣 我就想說我好像沒有買什麼睫毛膏吧 對啊 我也沒買什麼睫毛膏 然後 後來打開發現它其實是個 軟眉膏 對 就是也是他們的那個 QPRESS的藍眉膏這樣 然後呢 就是一個紫色的包裝 這個 紫色的包裝 然後打開呢 我發現它其實是 咖啡色 OK 那基本上我買的東西大概就這些 然後說 因為我要試在臉上 然後示範一個妝容給大家看嘛 所以 我等一下就會利用剛才的這些東西 然後上在我的臉上 然後基本上 我覺得 這個品質的話我是不擔心啊 因為基本上我覺得 泰國在 現在在蠻多的東西 在保養品 保養品 然後跟彩妝品的表現上 我覺得有些東西是值得肯定的 因為 我覺得 第一個它的天氣的型 它其實跟台灣蠻像的 就是 基本上連峻溫都非常的高 就很熱 然後所以 在一些底妝啊 彩妝的東西上 我覺得 或許 整個在設計產品 跟 呃 其實產品的本身我覺得 在跟台灣的氣候 其實都算還蠻適合的 所以我都會很想要嘗試一下 泰國的彩妝品 這樣子 那我接下來呢要來示範 就是用剛才我買的這些東西 然後來完成一個妝容給大家看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就繼續看下去吧 這個眼彩盤的部分 它應該就是設計成 這三個顏色可以 就是一系列的 呃 眼影的顏色 然後這個就是另外一個設計的顏色 不過我想要混搭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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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